各位同学好 以下为各位讲解 9040年度第一次测验 第一题 求这个值 这个值的话呢 我们可以看成 一个多项式 fx 等于x5次方 减8x4次方 减28 x3次方 减59 x平方 加46 x减30 那相当于这个多项式呢 在x等于11的时候 所得到的值 那f11的话呢 我们可以看成 这个多项式 除以x减11的 余数 因此呢 我们就可以写 综合出发 1减8 1减8 减28 减59 加46 加46 减30 除以x减11 这里放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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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里是1 加11 加3 加33 加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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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减4 减4 减44 加2 加22 余数 就是 负8 那根据 余式定理 除以x 减11的余式 这个负8 就是 f11的值 这个就是等于负8 第二题 函数 二次函数 过三个点 那么要求 5的函数值 这个二次函数 它是一个抛弧线 它经过 20 30 跟 14 过这三个点 过这三个点 我们就可以知道 它会满足的关系 是4a 加2b 加c 等于0 9a 加3b 加c 等于0 a 加b 加c 等于4 这是过三个点 所得到的三个关系式 利用三个方程式 我们可以解三个位置数 abc 利用第一个式子 减掉第三个式子 我们可以得到 3a 加b 等于 负4 第二个式子 减掉第三个式子 得到8a 加2b 等于 负4 也就是4a 加b 等于负2 那么利用这两个式子 这两个式子 我们就可以把 a解出来 相减 相减 我们就可以得到 a等于2 再带进去的话呢 我们就可以得到 b等于 负10 再带入第一个式子 就可以得到 c等于12 所以我们要求的 f5 就是等于 a12 乘以5的平方 b是负10 乘以5 加上c 是12 所以这个呢 会等于12 第三题 αβ是方程式的根 αβ均为负 α平方加β平方 等于12 则k等于多少 那这是属于根 乘以细数的关系 两个根 我们就从 这里 方程式可以看得出来 两根核 是等于2k 两根的成绩呢 是等于 k平方 加k 以至α平方 加β平方 等于12 那么跟k的关系呢 我们把它写出来 这个可以写成 α加β平方 减2αβ 就是等于 4k平方 减掉 两倍的 2k平方 再减掉2k 所以这个是等于 2k平方 减2k 所以这个是等于12 我们就把它因式分解一下 利用这个式子 这个式子 相当于是k平方 减k 减6 等于0 因式分解一下的话呢 用112-3 这是2-3 这个是刚好 可以因式分解 乘k加2 k-3 k-3 等于0 所以我们得到k 等于 负2 或 k等于3 那我们又知道 两根都是负的 所以我们来看一下 k有什么限制条件呢 α加β是等于2k 两根都是负的 加起来一定也是负的 所以我们可以知道 k一定是小于0的数 所以刚刚得到的3 不合 我们所要的k值是等于负2 第四题 已知fx的系数和是等于12 那我们知道呢 把1带进去 就会是这个多项式的系数和 已知条件 若x-2除fx的3 是qx余数为21 那这个我们就可以写出关系是 fx被除释 可以写成除释 乘以上 加上余数 则x-1除qx的余数为何 x-1除qx的余数 这是余数定理 我们可以知道 这个余数呢 就相当于要求q1 用1带进去呢 就会是除以x-1的余数 所以我们把f用1带进去 这里就可以得到负1 乘以q1加21 再利用一支条件 这个是等于12 利用这个式子呢 我们就可以解出来 这个q1就是等于9 第五题 fx与gx是三次多项式 最高供应式 x平方-3x加2 最小功倍式 是一个四次式 里面有ab 那么要减ab 并且把b-a求出来 它的最小功倍式呢 最低功倍式 这个四次多项式 我们先把它另称hx 它的最高供应式 当然会整出 最低功倍式 所以这个会整出hx 这个是最高供应式 我们把应式分解 乘x-1x-2 那既然整出的话呢 用于式定理 我们就知道 x-1整出hx h1要等于0 所以h1是等于2加3 加a加b加18 这会等于0 h2 相当于除以x-2的余数 那么这个整出 所以也要等于0 2带进去的话呢 这里是32 加24 加4a 加2b 加18 等于0 利用这两个式子 整理一下 我们可以得到 a加b 等于负23 第二个式子的话呢 4a加2b 等于负的74 也就是2a加b 要等于负的37 利用这两个式子 我们用相减 相减的话 我们就可以得到a是等于负14 带进去就可以解b b是等于负9 所以我们就可以得到b-a是等于5 第六题 两直线 甲角的正旋值 两条直线 甲角 甲角会有一个锐角 一个钝角 那这两个呢 互补 所以它的正旋值会一样 好 那我们把这个正旋值求出来 那要求甲角的话 我们会利用到斜率 第一条直线的斜率 是等于负的b分之a 所以是负3 第二条直线的斜率呢 是等于负的3分之1 两直线夹角 如果是θ 我们有一个夹角的关系是 tengc它会等于正负的1加上m1 m2分之m1减m2 所以这个呢 是等于负的3分之8除以2 负的3分之4 前面有正负 所以这个是正负的3分之4 tangent值等于正负3分之4 那我们要来看正旋值的话呢 我们就是利用一个 直小三角形 那一个正的一个负的就代表一个是顿角 一个是锐角 那我们只要找出其中 好一个 所以我们来看一下 当tangent值是等于3分之4的时候 我们把斜边找出来这是5 所以它的sine值的话呢 就可以看出来 sineθ是等于5分之4 那不管锐角或者是顿角 算出来的sine值都是正的 第七题 圆 内 然后在这个的外部 所谓区域的面积 好 我们把图形画出来 这是一个圆 半径为1的圆 半径为1的圆 那这个绝对值方程式的话呢 我们只要稍微讨论一下 就可以看得出来 是不是一个蓝色的正方形区域 怎么看呢 就是说 当x大于等于0 y大于等于0 在这个第一项线的时候 它满足的关系是 是x加y等于1 也就找到这条直线 好 那依此类推的话呢 好 这个是第二项线 是x小于0 y如果是大于0的时候 第二项线 那我们去绝对值的话 这是负x加y等于1 是这个线段 第二项线是这个线段 好 依此类推 我们可以得到绝对值方程式 是这样一个正方形的区域 圆内正方形外部面积 相当于要求这几块面积的总和 好 那我们只要用圆面积 圆面积是π 减掉正方形的面积 那正方形的 利用圆的半径是1 所以这个边长的话呢 就是等于更好2 所以正方形的面积 就是等于更好2的平方 所以我们所要求的面积呢 就是π减2 第八题 解不等式 解不等式 我们分几种情况 x大于0的时候 两边同乘x 得到3x加1 小于x 2x小于负1 也就x小于负2分之1 这个是在 x大于0的时候 得到这个解 那我们会发现呢 这个两个 没有共同的部分 所以这个部分呢 没有找到满足的x 那假如说x小于0的时候呢 两边同乘x 这个3x加1 这里乘上x是 右边是x 那但是乘上一个负数的时候 这个大小关系 要编号 所以变成3x加1 大于x 2x大于负1 x要大于负2分之1 这是在x小于0的时候 所得到的解 所以它的解 是去交集的部分 共同的部分 所以我们得到的解呢 x是结在 大于负2分之1 小于0 这个部分 第九题 椭圆 要求焦点 椭圆上与焦点 距离最远是多少 然后我们把椭圆画出来 这个椭圆的话呢 我们先改标准式 16除下来的话呢 这个是3分之4的平方 加上 Y平方 这个是 5分之4的平方 改成标准式 那我们可以看出 这样一个椭圆 它的长轴长的一半 是3分之4 短轴长的一半呢 是5分之4 那也就相当于呢 我们A是等于3分之4 B是等于5分之4 那焦点 焦点 跟中心的距离 这个叫做C C平方要满足A平方 减掉B平方 那么用3分之4的平方 减5分之4的平方呢 我们得到的是 15分之16的平方 所以C值是等于15分之16 那我们要看焦点 跟椭圆上 任意点 最远的距离是多少呢 那我们以这个焦点来看的话呢 距离这个焦点 最远的点 当然是在这里 所以最远的距离的话 就是相当于 这个是A 再加上C 最远的距离 就是A加C 相当于是15分之16 再加上A C是15分之16 再加上A 15分之16 这个是C 再加上A A是等于3分之4 所以是等于5分之12 第十题 双曲线 我们看这个双曲线 双曲线 这个标准是等于1分之1 这个标准是等于3分之1 所以可以看得出来这个双曲线左右开口 那贯轴长的一半呢 是等于更好2分之1 公二轴一半是更好3分之1 原来是红色的这个双曲线 那这个双曲线呢 我们要左右拉大2倍 上下也拉大2倍 左右拉大2倍的话呢 我们相当于是把X 改成2分之X 我们把X改成2分之X的话呢 我们这个点坐标 X才会变成原来的两倍 左右拉大变成两倍 让它这个顶点呢 会变成在更好2的地方 所以这个方程式的话呢 我们会把X改成2分之X Y改成2分之Y 所以以标准式来看的话呢 我这个X就过大2倍 Y一样也拉大2倍 所以整理一下这个双曲线方程式的话 会变成2X平方减3Y平方等于4 11题 三角形ABC的重心 我们给一个三角形ABC 这个是三角形ABC 以之AB向量 AB向量是14 ABC向量是等于2-1 G是它的重心 叫G在这里 那么AG向量 长度 AG向量 我要求AG向量 这个长度会是多少 那我们知道重心呢 是三个中线 三中线 三中线的角点 好 假如这里的中线 这里的中点叫做D AD向量的话呢 就是它的一半 所以我们知道AD向量 AD向量是等于1-1-2 在利用重心呢 它有2-1的关系 这个长度2-1的关系 我们利用分点公式 AG向量就会等于 三分之1-1是乘上 一4 加上2乘上 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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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是等于根号2 12题 长度相等的两向量夹角θ 满足这两个长度的关系 那么cosθ是等于多少呢 长度相等 所以我们可以把a向量长 b向量的长都先设成x a加b向量长 我们把它取平方 平方的话呢 会是a向量长度的平方 加上b向量的长度的平方 加上两倍的ab的内积 ab的内积的话呢 是两个长度相乘以后cosθ 那已经知道这个长度是4 所以平方以后得到16 a减b向量长 平方的话呢 a向量长的平方 b平方 这是减掉两倍的a.b 这是x乘上x 乘上cosθ 这个会等于3的平方 是等于9 我们把两个式子相加 得到4x平方 等于25 把两个式子相减 得到4x平方 cosθ是等于7 所以用第二个式子 除以第一个式子的话呢 我们就可以得到cosθ 是等于7除以25 也就是25分之7 13题 ab两项量 x平方 x平方加y平方 等于20 求内积的最大值 好 由a向量 我们可以知道长度是等于更好10 b向量长度是等于更好 x平方 x平方加y平方 也就是更好20 a.b内积会等于a向量的长 乘上b向量的长 乘上两向量夹角的欲选cosθ 那这个内积的最大值 会产生在什么时候呢 在这个cos值等于1的时候 因为cos是结在正负一之间的数 所以当cos值等于1的时候 a.b会产生极大值 所以极大值就是a向量长 乘以b向量长 也就是更好10 乘以更好20 等于10更好2 14题 合成函数fx加2等于这个结果 那么fa等于多少 我们令x加2等于a 那么x就相当于是a减2 把它带入这个式子 fa就是等于2加上a减2 这是4减掉a减2 所以等于6减a分子a 15题 平面上三个点贡献 b在ac线段上面 如果ab等于ab等于2倍的bc 如果ab等于2倍的bc就有x加y 所以我们可以看出来这个c点 大约在这个地方 它满足这个线段长的关系是2比1 那我们先把c点设成xy 那我们先把c点设成xy 可以看成b是ac两个点的内分点 利用内分点的关系 5会等于2加1是3 2乘上x加上1乘上 1乘上3 所以得到x等于6 -2 会等于3分之2乘以y 加上1乘以4 所以可以得到y等于-5 要求x加y 会得到1 16题 fx 这样一个式子 就f的1加根号2 那么1加根号2直接带入 这个式子比较复杂 因此我们会想说 把这个多项式 先改成x减1的多项式 我们可以先用综合出发 除以x减1 1加1 加2 加2 减5 减5 0 继续除以x加1 x减1 这是1加1加3 加3 负2 1加1 加4 那么利用这几个语数 我们就可以把原来的凯数 我们就可以把原来的凯数fx 等于log以2为底 里面的多项式写成x减1的多项式 这个是x减1的三次方 加4x减1的平方 减2 降4x减1 所以用1加2 所以用1加加2带入的时候 后面这个式子就好算许多 这个是2更好2 加上8 签掉2更好2 所以这个是以2为底 8的对数值 8是2的三次方 所以这个对数值等于3 17题 这个对数 有这么一个关系式 那么要求x4次方 y3次方 z平方等于多少 那我们先整理一下这个对数的式子 我们把它改成 以相同的底数 这个是改成以3为底的话 这个是3的2分之1次方 更好3是3的2分之1次方 2分之1拿出去变2倍 所以这个是4 3的负1次方 负1次方拿出去 随便加上3倍的 以3为底 y的对数值 9是3的平方2 提出去会变成2分之1 所以是2log 以3为底 z的对数值 这个就是等于 这个就是等于log3 16减掉 93的平方拿出去 所以变成2分之1 log3 4 全部改成以3为底了以后呢 我们就是利用相加 等于相乘去对数 那这个系数呢 我们可以拿到次方上面来 所以合起来 这个是以3为底 这一项呢 是x的4次方 3拿过来 这是y的3次方 这是z的平方 相减 相减取对数 就变成 相除以后 再取对数 好 这个是16 1分之1拿到 4的2分之1次方 这里来 所以变成2 16除以2 所以变成 等于 以3为底 8的对数值 所以对照一下 这两个对数 我们就可以得到 f4次方 y3次方 z平方 会等于8 18题 指数多项式 两个根 就α加β 这个多项式 我如果把u设成 3的x4次方 我们就可以把这个多项式 看成是 这个 这个方程式看成 9u平方 减3u加1 等于0 那原来的根 是αβ的话呢 变成这个方程式 它的根是 3的α次方 跟3的β次方 会是它的两个根 利用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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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习数的关系 我们可以知道 两根的成绩 会等于 a分之 c 是9分之 1 相当于3的α加β次方 会等于3的负2次方 所以我们可以知道 α加β等于负2 所以我们可以在半径为13 这样一个圆上面 找到一个点 满足3值呢 会等于13分之12 负的 所以也就是说 我们可以找到一个点坐标 这个以长度来看 这里是5 但坐标 这里是负5 在这里可以找到一个点坐标 负5 负12 所以可以看得出来 在第三向线角的时候 这个θ 它的三角含数值 可以从这里看出来 那现在要求的是 tg2分之θ tg2分之θ 会等于 1加cosθ分之sinθ 所以会等于 1加上cosθ 是等于13分之5 sinθ 是等于13分之12 整理一下 这个是等于8分之12 也就是等于负的2分之3 20题 以至αβ角的范围 并且知道三一支 分过三一支 求α加β角 好 我们在第二向线角 找到sine值 是等于 更好十分之3 我们可以找到一个 这个半径为更好十的圆上 找到一个点 满足sine值呢 是等于是等于更好十 更好十分之三 好 这里 这里是等于3 也就是说 这里更好十 这里三 所以这个长度呢 是1 坐标的话 坐标的话就是负1 所以在中边上 可以找到一个点 坐标负1 3 cosβ等于负的更好5分之2 那我们可以在 长度为更好5的 半径为更好5的圆上面 找到一个点 它满足呢 cos值是等于更好5分之 负1 更好5分之负1 所以这边的长度就是等于2 所以把αβ角找出来 好 这是α角 这里是β角 找出来了以后 要求α加β 我们可以从cos的α加β来看 利用副角公式 cosα加β 那是等于cos α 乘以cosβ 减掉sinα sinβ 所以这个得到的结果是5 更好2分之负5 也就是负的更好2分之1 那cos值是负的的话呢 这个α加β角 会在23项线 那这两个角都是第二项线角 所以我们可以知道呢 这个是第三项线角 第三项线角要满足cosα加β 等于负 更好2分之1 这是一个特别角 所以可以看得出来 这是四分之五派 这一项线角 是一项线角